国家航庭局今天发布了 由天文一号环绕器 近期拍摄到的巡视区高分辨率影像 以及祝荣号火星车自拍照等 多张最新火星影像图 这是由天文一号环绕器 日前经过火星车巡视区域上空时 拍摄的祝荣号火星车 巡视区0.5米分辨率影像图 图中祝荣号行驶路线清晰可变 祝荣号火星车也从火星表面 传回自拍照 相比刚刚着陆时拍的照片 可以看出火星车表面 已积累了一层薄薄的沙尘 目前在祝荣号巡视区 尚未观察到明显的沙尘天气 经摇测信息判断 太阳翼的发电效率受到一定影响 但能源仍然充足 这是天文一号环绕器 中分辨率相机拍摄的 火星北半球高纬度地区 封杀活动情况 工程团队发现 从今年1月下旬开始 火星北纬60度以北区域 开始出现明显的封杀活动现象 从图中可见 这一区域在今年2月份 出现了局部沙尘暴 典型地物被大量沙尘所覆盖 难以分辨 截至目前 祝荣号火星车 在火星表面工作306个火星日 累计行驶1784米 天文一号环绕器载轨运行609天 距离地球2.77亿公里 当前两气运行正常 中文一号环绕器载轨运行正常 中文一号环绕器载轨运行正常